南京 唐江下游一座圆岭般的城市 古老的城墙原本是为了将人类的居所 与自然的荒野隔离 从古老到现代近两千年的建设 让这座城市将自然包裹其中 森林草原湿地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 在城市生活中保留自然的位置 使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 历经两千年总结的建设智慧 紫金山 南京城中的森林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 丰富的人类文化遗迹保护着这片 占整座城市森林面积四分之一的山峰 尽量减少现代化的改造 为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保留了一点荒野的惊喜 盛夏 紫金山成为南京人最爱去的地方 这里有大自然才有的清凉 等到夜幕降临 人们还能发现这里藏着城市生活中 不可能拥有的美妙奇观 这是中国的城市中绝无仅有的 由萤火虫创造的夏夜景观 这么美丽的夜景 其实是萤火虫爱的表达 发光是一种求偶信号 有时候也是警戒的信号 还有少数萤火虫利用闪光信号进行捕食 它们大多在日落后开始活动 并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 它们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只有在植被茂盛 水质干净 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下 才有可能看到萤火虫 更重要的是 它们需要夜晚黑色的保护 哪怕是一盏路灯 就可能让萤火虫消失得无影无踪 城市的夜晚是被灯光点燃的 人工的光源让萤火虫在城市中消失 但是城中被夜色笼罩的紫金山 成为这座城市中萤火虫求爱的府地 萤火虫数量正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在增加 而它们的存在也让蜗牛和阔鱼不会过度泛滥 帮助这片森林的花花草草不被过度啃食 紫金山是这座城市给自己保留的一块荒野 生活在这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里的人们 对于荒野的留恋 化成对田野生活的向往 并融化在它们的艺术追求中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书的诞生地之一 这个工作室的主人和生活在这一小片不经人工修剪的荒野居民们 共同创作了很多美丽的书 朱迎春不仅在写在拍在画 也在发现大自然的创造力 这些虫子在叶片青苔啃食后留下的作品 也成为一本充满大自然奥妙的书 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 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虫 在小虫们短暂的一生里 时常围了一厘米 一个粪球 一只同类的尸体去争斗 掠夺 伪装 残杀 看到这些 自己增强好胜的薪火 也会慢慢地熄灭下来 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虫之间的各种争斗呢 这一只也是我犯难的地方 直网的蜘蛛 带壳的蜗牛 还有齐心协力的蚂蚁 到底去该帮谁 我也知道 自然自有它的平衡法则 这一切应该由自然去决断 不过 我还是常常倾限于弱势的一边 虫的世界 就像镜子一样 不时地召见我自己 有时候还会想到 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 在我的头顶上 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 就像我看虫一样 在悲悯地看着我 微小的东西里面 所蕴含的一种力量 比如像蚂蚁啊 蜗牛啊 这样的一些小的动物 它们很卑微啊 那么我是希望 从这些虫子的身上 展示另外一种 比较独特的一些东西 它们的力量非常大 甚至它们也是很伟大的 在这片园林中的荒野 所有的生命 虽然还是要面对生存的压力 但是更多的时候 这里依然是一个和谐的家园 城市 这里是人类专门 为自己建造的家园 但也是很多物种的家 因为它们的存在 城市才能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只有学会如何与其他物种 和谐相处 人类才能将城市建造的 更加宜居